王曼玉手谈孙颖莎睡前怪痞 一句话暗示两人关系 网友 真没想到 大家好 这里是湾体谈 说起孙颖莎大家并不陌生 在今年的东京奥运会上 小魔王孙颖莎在东京奥运会上 顶着巨大的压力 在伊藤美城搭档水谷损 击败许馨和刘士文的时候 成功狙击了伊藤美城 并且打哭了伊藤美城 至此也荣获了小魔王的称呼 并且也为国拼冲金的路上清扫了障碍 第一回大会大战 第一回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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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古人莎也试图了 首次参加奥运会的孙颖莎 也是夺得一金一银的成绩 可以说是未来可期 在奥运会之后 孙颖莎可以说是进入了一段低谷期 不仅更换了球拍 并且自己的教练也由于个人原因离职 孙颖莎便陷入了一段时间的低谷 并且在今年所有的比赛中军都杀入决赛 遗憾的是全部痛失冠军 因此也被网友嘲讽 最快大满亚 不仅在东京奥运会上被陈梦击败赢得亚军 最后时刻孙颖莎这边已经是有点软了 这样4比2陈梦战胜了孙颖莎 也成为了本次 并且在全运会与士兵赛中军都输给王曼玉 吃饭活了 由于长期没有主管教练 自身暴露的原因太多 致使他多次与金牌失之交臂 并且在观看比赛的张盈明 也对孙颖莎的表现提出了评价 并且表示孙颖莎有些得势不得分 孙颖莎这个队员技术条件非常好 灵气又足 这次决赛给我的感觉呢 他整个这个心理上 包括人的气场上给对手的这种威慑力 还是不太够 战术上运用其实都是很得当 也是很坚定的 但是在关键球的把握上 他有的时候给人的感觉 有一点得势不得分 这样的言论很快引起了国拼的重视 国拼很快派沙神前往支援孙颖莎 效果也是显而易见 在王曼玉的暴拢出局沉梦的止步四强 孙颖莎与王亦迪竞争 毕竟在全运会的比赛中 王亦迪带给孙颖莎的冲击还是非常大 但孙颖莎还是击败了王亦迪夺得冠军 也在本年度拿到了自己的第一个世界冠军 正式开启了自己的大满冠之路 虽然孙颖莎还没有完成属于自己的大满冠 可是因为能担重任 尤其是外战尤其出色 更是有连战33胜 并且成功狙击了伊藤美城 这也是一大优势 赛场上的孙颖莎 似乎永远都是一副不服输的样子 但在场下的孙颖莎是什么样子 王曼玉怕是最有发言权了 并且还在采访中 曝光了孙颖莎的一个怪品 那就是每当自己睡觉的时候 孙颖莎就会跑到王曼玉面前晃着王曼玉 并且让她起来嗨 这一幕也是笑哭的众人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我一要睡觉的时候 是她开始行动的时候 就是她比较怎么说呢 她喜欢好一点 就是慢慢的慢慢的 然后不到点不动 然后早上起床也是 我要是不弄完她也不起 就属于比较大胆虫吧 但是平时会好一点 平时真正的训练啊 包括比赛也会 有没有解决的 如果是有失望的 就会转行动 收播频道理工长